學會了今天這道菜 保證對象更愛你 醃製牛肉的時候一定要加少油 不僅更嫩滑也會更多汁 這個料汁配方 老粉們肯定都已經保存了 放涼菜那味道絕了 用牛排來煎還有一個好處 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來控制陳述 一把香菜淋上料汁 抓拌均勻 不要著急吃哦 醃製以後味道更好 燜熱的往上來上一盆爽口的牛肉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